根本 attention 你好 我今天為大家來解說 三國志14的三月南滿 還有那些事宜 为什么超级强 它的好用到底在哪里 你知道吗 现在就以三月为例 三月和南满适合在森林和湿地作战 其他的乌环、谦卑、江卒 就适合在山地作战 他们的移动力超级快 除了追寻任加急走 才可以比他快 我现在就以三月为例 其他的南满和适宜的武将也都一样 他们的武将个性都一样 我现在就以三月为例来解说 除了追寻任加急走 就属他们的移动力最快 还有带兵量都两万 也适合来运输士兵 当你征服三月、重属之后 会多了四个有用的武将个性 总共会有十个三月武将 全部都有交叉联席哦 联席的武将在三格以内 可以触发战法 两格以内就可以增加攻防哦 比较有用的个性有女结、倾果 可以让范围内的男生武将 减少10%全能力 元帅的萧雄 也可以让三格以内的敌军 全能力减少10% 还有刚将 刚将可以让范围内 我方的防御力增加15%哦 宰相的妙算 可以让三格以内的敌军防御力 减少15% 还有萧将 萧将可以让范围内 我方的部队增加15%的攻击力哦 这五个主要个性里面只有萧将有莽撞的个性 我是说我提到的五个主要个性里面 这个萧将有莽撞的个性 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觉得一次出十支部队不好控制 就出女结、元帅、宰相、刚将还有萧将 出这五个就已经很强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个勇士 因为勇士没有莽撞的个性 其他的南满 还有乌环、谦卑、将主 征服、重属之后 也都会有这些个性哦 这些武将的好处就是不会被抓到 但是攻城河水战比较弱 不能做内阵哦 以上就是我觉得三月南满 乌环、谦卑、枪主好用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介绍的三国志十四威力加强版 请帮忙分享和订阅 还有按赞一下哦 如果你想赞助我的频道 可以用超级感谢 小额的三十块赞助 就可以给我很大的鼓励哦 感谢你哦